13年那边过来开的店 那个时候它叫邱义 然后我们一直都是充5000块钱以上 它会有3.8折的卡 20年年头的时候 它就说变名字了 叫新邱义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认了呢 然后就开始改名各种名字 太多了什么繁体啦 百慕啦 现在叫诗百什么的 一直在换名字 我都记不住这么多名字了 任女士说 每换一次店名 就意味着又要办一张卡 再充一次钱 我能给你用 最近很没错了 如果不给你用 找百慕老板去 很简单 我现在是要找这个老板 你在接这个店的时候 你应该就是同意来 我们不认 充值办卡 换店名再充值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 干脆是卷款跑路 马女士是杭州月健身的会员 她说 自己在这家健身房锻炼了8年 健身房却辜负了她 健身房的门上贴了一张告会员书 说是因西城广场整体经营状况不佳 后续存在拍卖可能 受此影响 门店已面临停电等经营不变的情况 公司将延期营业 所有会员卡将做暂时停卡处理 落款日期是5月23号 署名杭州司康健身有限公司 他们欠我们物业费 具体欠多少清楚吗 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领导的财务 这个不太清楚 我们不知道 那他们自己走了吗 东西都留着吗 当天记者陪马女士去了杭州市西湖区商务局 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有20多名会员来反映过情况 他们正在积极联系门店负责人 并已经通知市场监管部门 暂停了杭州司康健身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销和变更的手续 后续会联合相关执法部门继续跟进 预付式消费 似乎已经成了美发 健身等行业既定的消费方式 消费者选择充值办卡 图的是便利和优惠 商家为的是提前索客回笼资金 可在实际应用中 消费者很容易掉进不良商家挖的坑里 最终演变成充钱容易退钱难 遇上店名更换 店铺倒闭 更是难上加难 对于预付式消费 在这版消法中 已经做了比较明确的约束 商家自营业执照 核准登记之日起6个月后 方可发放单用途商业预付凭证 其次 企业法人提供的单张记名 预付凭证金额 不得超过5000元 单张不记名预付凭证金额 不得超过1000元 其他经营者 对同一消费者提供的 记名预付凭证金额 不得超过2000元 单张不记名预付凭证金额 不得超过500元 预付凭证金额 超过规定的最高限额 经营者终止经营活动的 消费者都有权要求 退还相关金额 可实际上 门店转让或关门 消费者往往无法拿到 充值卡里的剩余金额 监管也存在难题 他们到底有没有 承接这个东西 也要看他们 那个转让协议 对吧 你市场监管部门 不能去监管他们 来做行为 主管部门是商务部门 你应该去 你这边可能采访市场 监督管理局更合适一点 不停地换老板的话 属于 他是 就是营业执照更换了 储职卡本身没有错 可利用储职卡模式 设置消费陷阱 卷款跑路的行为 屡屡发生 消费者痛 诚信经营的商家恨 职能部门监管难 这个问题 难道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吗 我现在住在学校上 我那边拜了张卡 他现在我卡办好了 他这边就关掉了 我这人比较理性 只不过健身房或理发店 怎么办卡的 我从来不停 这不就是有点绑架 消费者的感觉吧 就光我宿舍六个人 就一人冲的有五百 就没减几次就跑了 我就从那一次以后 就是减一次付一次钱 不会 就是从来不往人冲钱 那你发电机就让你办卡 不理他 刚做没听见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特别是年轻人 在办卡这件事上 变得更加理性 在储置卡问题重灾区 美发行业 也有着不同的声音 我开三十多年 没办过卡 我觉得这样 不会给自己有压力 也是跟平常一样 也就是 预充值也有 单次付的也有 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性的 去推销啊 什么来着 就是简简单单的 就是一个折扣 反正我不想要有那个预付 因为我现在这样的话 如果哪天不做了 对我没有什么后顾自由 记者也来到 郑宣美业和永齐护肤造型 商家拒绝了采访 接受采访的这些商家 都提到了两个词 诚信和手艺人 如果说你对顾客玩套路的话 你这个经营的话 迟早会被客人拆穿 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根 根本给做好 根是我们的技术 根是我们的服务 我觉得作为一手艺人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是一件很帅的事情 我没必要就是说 我一定要去 恒舔干嘛的 我把我的专业做好 我把我的事情做好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不是价格 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价值 因为这里都是俗客嘛 大家都已经熟悉了嘛 熟悉了以后 反正做了诚信 我们反正又不充卡 反正都是熟悉的客人来 大家就像朋友一样了 姐妹一样了 有些美发店的老板 他不是把这个行业 当成一个服务技术行业 而是变成一个搞套路 套钱的这个三成 他不在于制作的酒 他只要套到钱就可以 任何行业的首先 他就要诚信经营 才能持酒 商家自发的诚信经营 是优化行业口碑 保护消费者的一种模式 之前1818黄金眼还报道过 杭州富阳区相关职能部门 推出的监管模式 2021年 富阳开始搭建 富春御富马 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 去年5月份开始在全区推广 涉及居民服务业 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 等9大类行业 只要跟预付式消费有关 消费者将办卡充值的钱 放进银行监管账户里 即使商家关门跑路 卡里的消费余额也带不走 目前我们这个模式是 采用100%的资金存管的 就是消费者在平台商户充的卡 所有的资金一次性进入商户的 在银行开设的托管账户 随着实时合销一笔 平台会实时发送指令 给托管银行 实时消费一笔 实时释放一笔 到它的结算账户 遇到商家关门跑路的 消费者只需要在平台发起投诉 相关部门核实后 确认该商家跑路的 银行会将托管账户里的资金余额 精准释放 退还给消费者 由浙江省体育局和浙江省门旅厅 牵头打造开发的 这里体培和这里一培 全方位监管平台 也是同样的模式 培训机构通过机构一马通 收取学费 学费全额纳入监管账户监管 以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 因为这个就是 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 就更有保障 那么就是如果 假如说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是他学不下去了 就是他在这边可能他要 就是要退费或者怎么样 那么是通过了这个系统 那是无条件的退费的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他也是可以规避了机构跑路 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钱的话 全都是在一个监管账户里面 我们动不了 只有你是上一节课 然后我们才拿到一节课的钱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我可以说